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2024年的开局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谓是喜忧参半 第一季度一些关键指标如GDP 工业生产 投资等均呈现恢复性增长 这无疑带来了复苏的希望 但事实上 这片曙光可能只是暂时的长远来看 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风险和挑战依然不容忽视 本期节目 BOSS将从多个角度深入解析2024年一季度数据背后的复杂局势 并提出相应的预警和建议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4年第一季度 中国GDP同比增长5.3%创下了近两年来的新高 这一增速不仅超出了市场预期 也明显高于2023年全年的4.8% 细究这一数据 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些亮点 第一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 制造业 PMI在三月份也升至51.9% 显示生产和需求的恢复 第二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2%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更是激增20.7% 反映了投资者信心正在回升 第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9% 居民收入也实现6.2%的增长 消费力度有所恢复 这些数据均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中国经济在2024年一季度出现了明显的奇闻迹象 这显然给人一种微型反弹的感觉 令不少观察者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这样的复苏可能只是暂时的 很难持续下去 因为纵观整个经济大局 中国面临的深层次风险和挑战依然严峻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巨额债务的累积 这种债务依赖对于实现可持续增长而言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据统计2023年底 中国企业债务规模达到了GDP的150%左右 而政府债务也高达60%以上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认的安全线 大量的债务不仅增加了财政和金融系统的压力 也限制了企业的投资和创新能力 从而拖累经济的长期增长动能 具体到2024年一季度 我们同样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由于疫情反弹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许多企业的现金流和收益都受到了一定冲击 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 只有在2月份就有超过1000家上市公司 披露了票据违约 利息延迟支付等情况 而就在不久前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 更是正式宣布破产重组 这无疑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 引发了对整个房地产行业乃至金融市场的担忧 我们不能忽视 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已经积聚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程度 如果政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控制住这些风险的进一步蔓延 势必会对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 房地产行业的不稳定同样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重要因素 2023年 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波剧烈的调整 销售额和新开工面积均出现大幅下滑 虽然到了2024年一季度 一些城市的成交量有所回升 但总体来看 市场依然呈现疲软态势 专家分析 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稳定房价 出台了诸如限购 限贷等一系列调控政策 加之疫情反复和经济下行压力 居民购房意愿也呈现下降趋势 同时 中国房地产企业普遍负债累累 现金流紧张 恒大集团的破产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 房地产市场整体上仍将承受较大下行压力 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将大幅减弱 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中国来说 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至关重要 然而 2024年以来 世界经济局势可谓是充满变数 一方面 俄乌冲突持续升级 加上美中关系陷入新一轮紧张 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高 这势必会对国际贸易和供应链造成严重干扰 令不少企业的出口业务蒙上阴影 另一方面 美联储的加息步伐也持续加快 导致全球流动性趋紧 主要经济体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也在上升 这无疑会拖累世界各国的需求 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表现 根据最新数据 2024年一季度 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仅为3.2% 远低于往年同期水平 这已经充分反映了外需疲软的状况 不可否认 中国多年来一直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因此如果全球经济环境持续恶化 势必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造成严重冲击 短期内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提振作用可能会大幅减弱 除了上述金融 房地产和外贸领域的挑战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正成为制约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众所周知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中国已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新阶段 2023年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了15% 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龄化社会 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 劳动力供给将面临持续收缩的局面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问题 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但生产效率的提升却相对滞后 据统计 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偏低的现状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 而缺乏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持续投入 这导致了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相对落后 难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其次 受教育质量和职业培训水平的限制 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这直接影响到了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 再者 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给劳动力的流动性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阻碍了人才的合理配置 加之地区发展不平衡 东西部生产效率差距明显 总的来说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势必会拖累中国的长期竞争力和增长潜力 除了经济领域的诸多隐患 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的高速扩张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 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全球总量的30%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空气 水体 土壤等严重污染问题 也一直困扰住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政策 如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等 但实际效果仍然有限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一些地方政府又放松了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管控力度 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显然已经难以为继 不仅会给子孙后代留下沉重的生态债务 也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因此 必须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从传统的粗放型增长转向绿色 低碳 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迫切需求 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 只有通过持续的生态文明建设 加大对可再生能源 碳补及等关键技术的投入 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稳健发展 否则 以为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 最终必然会陷入发展的瓶颈 综上所述 2024年一季度 中国经济的复苏态势虽然初步显现 但从长远来看 其可持续性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面临债务风险 房地产市场动荡 外贸前景暗淡等一系列深层次挑战 以及人口老龄化 生态环境恶化等结构性问题 中国经济前景仍不容乐观 政策制定者必须高度重视这些潜在风险 果断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化解和管控 只有这样 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才能得到有利保障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否则 2024年一季度的增长回升可能最终只是昙花一现 未来必然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另外 本频道已经开通了会员服务 成为会员的朋友 可以率先了解本频道最新的节目内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本频道的VIP会员 我是Buzz 下期节目再见